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张鹤为您导航 军营是每一个热血男人的梦想 麦香中的军人们也都血腥十足 要不是为了我家规矩 我才懒得来劝你呢 用不着你劝我 告诉你 我儿子这辈子就不能取麦香 你死人就丢心吧 你给我听着 我永远再不会跨境你们云家一步 麦香 咱走 是直接的关系 因为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父辈之间的矛盾 以往的一些事情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 要不然我就跟麦香草在一块了 就是因为两个人掐 就掐了一位了 所以说会这一顿 就是被活生生地给拆散掉了 爸 在您心里 我这个儿子就是个摆设是不是 我没心没肺认 你摆不猜好是不是 你让我跟谁我就跟谁 你让我结婚我就结婚 云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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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爹云望山 这个云宽的性格完全就随了他爹了 一模一样 尤其是那个倔劲 这个云望山呢 他也是军人出身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特别相向的地方 就是一模一样 一个模子刻出来 就是这种倔强 是真的是那个 包括我们那个沙行商老师饰演的云望山 也是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演得非常好 那老爷子那身上本身在生活当中就有一股军人那个劲儿 特别阳刚 特别爷们儿那种 我一和麦香见面他就闹啊 那别见面 别接触不就完了吗 爸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那和着陶而兰他怎么闹都有理啊 你现在跟人陶而兰已经订婚了 你自己得注意点影响 这订婚怎么了 这人再结了婚过不下去还能离婚呢是不是 越说越不像话了 军人说话比较单脆 不像平时老百姓说话可能有点绕来绕去干嘛的 他上来跟你说过事就是看你检查 可能一坐下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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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跟你说一个什么事 我来这干嘛干嘛干嘛 一二三四五 爸跟你说完了 天莱 你这就回去啊 是 回部队 天莱穿上这身 像个军人 是 是 你说像 那就是像 天莱干得不错 有出息啊 上船了 来 我给您拿着 来 给您慢点啊 因为我本人没有当过兵 这一点我还挺遗憾的 从业之后我演过很多军人的这个角色 演着演着我莫名其妙 我就觉得我慢慢开始有军人情节了 尤其是穿上不同年代的军装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觉得有种肃然起敬的那种心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还是对军人向往之吧 阿强 你想想啊 这多少勾勾坎坎了 你可都卖过来了 你个性有刚强 是吧 我就不信 你这口气他喘不过来 与其这么远天尤人的 倒不如把养鸭肠给绊起来 是不是 这个云科身上特质他有敢想敢做 并且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一个人 总有一些新奇的点子 我觉得跟他多年的这个当兵的生涯是有关系的 因为有一些人如果说当时的农民 很多人一是想不到 第二想到之后他可能觉得会犹豫 想都不敢想 但是云宽敢想 他不光敢想他也敢做 这跟他的军人身份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 小二 瞧瞧啊 这表彰先进啊就得这么大的挣扎 没想到这么隆重啊 你以为就领一百块钱奖金呢 不许提这事了 这回这荣誉啊可是你自己得的 金贵吧 那可不 我这个年代的人我还真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改革 到现在的 我出国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高速公路 真的比不上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 那坑坑洼洼的 而且我说的是一些很发达的一些国家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一个民族 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我很骄傲 很自豪 两天时间转眼而过 还有很多话题想跟您聊 期待下一部作品不会太远 咱们后会有期